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複数到最后呢 事实上就在学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后来我们讲了很多transformation 换句话说那些contour 所代表的意义 包括去绕几圈 那个我们要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方法里面 我们常常要去做那个积分 那个积分是有时候很难积 那怎么办呢 你把它转到複数的概念里面去的时候 它是可以积的 所以複数有时候可以拿来解决 在实数里面很多很特殊的那些积分 用複数来积会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下一个章节 也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 事实上就是要来谈这个积分的问题 Integral 而且这个Integral呢 是属于複数的一个积分 那我们在做複数的积分的时候 所面对的这些情况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去利用这一些 所以前面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些topic 事实上还是只是在预备后面这个主要应用 所以从底下讲这个topic开始呢 事实上是正式进入複数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怎么样对一个複数函数来积分 甚至在实数函数里面的很多积分 如何用複数的方法直接把它积出来 而且那个方法呢 会显得非常非常简单 底下呢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个东西 Integral 积分 那这个积分当然有很多啦 我们这里面呢主要是要谈 应该最主要有两个topic 第一个topic是叫做Countour Integral Countour呢事实上是一条curve 在空间的一条curve 那你怎么在根据这个curve上面去积分 所以光这个名词大家已经知道了 你们学过没有 你们学过线积分 线积分里面因为它是xy两个随着来变的 那你在平面上做线积分的时候 怎么样呢去把它变成一个单变数 甚至到最后怎么用Green Theory的一些方法去讨论 那在维基因后段呢事实上有在谈这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CountourIntegral呢 你要是把它想像的话 这是一条线的话 那就有点像一个LineIntegral 差不多 LineIntegral 不过在我们的负数里面呢 会特别去定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curve 我们称为一个Countour 那底下呢我们就针对这个Integral 这个Topic呢 我们从维基因的概念直接引进来 不过呢 我们把它引到负数里面来 先引到负数里面来 我们来看一个叫做ComplexValues 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呢 我们学过了 就是它会有十步加上虚步 OK 不过这个十步和虚步呢 这两个呢 事实上它的关系呢 会随着这个T在跑 会随着T在跑 那这个表示是像一个X加Y 对吧 一条直线AX加BY等于C 那过去大家有没有学过一个表示是 叫什么 参数式 有没有学过 AX加BY等于C 所以XofT会等于什么 YofT会等于什么 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参数式 换句话说 X跟Y间是有关系的 但既然是一个关系 表示它变数几个 一个就好了 对吧 AX加B要等于C嘛 X跟Y有关嘛 那干脆去另一个变数 X也跟这变数有关 Y也跟这变数有关 本来是让你感觉是两个变数了 因为这两个变数之间 受到一个关系的限定 变成一个变数 OK 那我们就把那个变数呢 直接拿来用 我们设它叫做一个T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 参数式的一个表示法 虽然呢 我有两个部分 OK 在复数平面上面呢 我虽然是有实步有虚步 但实步一决定了 这一个虚步就怎样 就决定了 因为他们只受一个T 来改变 只受一个T来改变 那等一下我们用一些例子呢 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从这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你把它微分的话 当然就是 可以直接做微分 好 这个只是一个实步虚步而已 那既然是对T来微分呢 直接写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我们底下做的这一个积分 也是来自于这个微分 但是通通是架构在 原有我们所学的微积分 通通是在实数里面去做就可以了 只是 利用这些实数的特性 我们要慢慢把它转换成 在数里面 它会形成哪些定理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有这一些呢 当然大家已经看到了 它只是把实步跟虚步分别独立下来而已 好 两个之间呢 可以把它视为呢 没有任何的相关 那由这个式子啊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还有哪些路儿呢 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 像说 如果 D of DT 好 这是一个 副T W的副T 那 请问 这个微分会等于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注意哦 这个不是一个实数 这是一个什么 副数 它是一个副数 好 既然它是一个副数 所以 这一个一定是 D of DT 的 U of 副T 加I D of DT 的 V 副T 实际上它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 再从这里呢 我们看到 这事实上是实数的微分 所以是 负的 U 好 对它 对DT微分嘛 所以是 这一个的 副T 微分一次 再加上 这也是 减 I的 V的 副T OK 这边指的 当然是先对副T微分 这prime是对副T的 OK 所以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当然就看到了 这会等于 这一个 OK 那 这个加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微分是 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当然也是 是 负的 W' 的 副T OK 所以 类似的这些 微分方式呢 大家可能要知道它真正在表达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OK 好 那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是 D of D of D of 如果是W平方 T的话 按照我们沿线的这些写法呢 那这个就没什么好弄了 对不对 直接搬出来就好了 就是2的 W'T W'T OK 可以写成这种式 同样的 如果呢 我这边有一个Constant Z0 当然也是个负数 我们直接把负数提出来就可以了 OK 你只要把那个负数呢 直接提到外面 再来 如果呢 它是一个Z0T的一个形式 即使它是负数 实际上也一样的 这边只是十步乘一个虚步而已 十步乘虚步 再搬来搬去呢 实际上到最后也会是一样 就是Z0 1的Z0T OK 那这些当然大家回去可以去check了 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东西 那看起来好像所有东西都能用了 对不对 但不尽然 那像什么东西不能用呢 我们来看 有一个东西叫 MeanValueSherum OK 什么叫做MeanValueSherum 学过吗 那 MeanValueSherum是说 这一个 B-A A 是这个 其中呢 这一个 C呢 是在A跟B之间 那 这是For Real Function OK 我们有一个函数叫做W of T 那这W of T呢 你会发现呢 它随便取两点 然后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函数底下 我一定能够找到一个C 而且这个C的那个协力呢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这个 对吧 并不很难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图画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 所谓图画一下 它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随便画一个 这样 这叫T OK 那 这一点叫A 这一点叫B OK 如果说这个叫W T的时候 这一边就是W A W B 那B W B 减掉W A 除上B 减A 事实上什么呢 事实上是这一条直线的协力 A 这里有一个协力 M 那这一条直线的协力 刚好是B B减A W B 减掉 W A OK 那它讲了 你一定能够在A跟B之间 找到某一点 它的协力刚好是这一个协力 那当然有 只要它是连续的 我们当然能够找到一个平行的 这一个 就是C 这叫做Mean Value Serum 你可以在一个连续函数呢 认取两点 中间呢 去找到一个跟它平行的一个切线 OK 那个切点的位置就是C 那复数有没有这个 很难对不对 至少哪边过不去 这个就过不去啦 你怎么知道A跟B到底在哪里 当然你可以说那我画一个方形 或画一个什么交集 看看有没有在里面 事实上 那个都已经很难去做了 所以 有很多的这一个式子呢 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 但直接这样看呢 也很怪 那我们来看一个 Example 有一个W of T呢 它是E的IT 它有一个E的IT 那这个T呢是0到2π 所以我们有A有B T在中间有一个值 那W of T呢是Ie的IT 对吧 微分嘛 微分就直接拿下来 那结果我们发现呢 W of 0呢 这个0是1 W of 2π呢 这2π在这里 带进去 还是1 OK 那依照我们刚刚的写法呢 我们是希望有一个W 2π 剪掉 W 0 除上 2π 剪0 这两个相等 所以这是0 但是不要忘掉了 这一个式子 不可能等于0 OK 这永远都不可能等于0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是不可能相等的 All right 换句话说呢 这边呢是不可能等于某一个W of T 不可能 那我们所谓的 mean value theorem呢 是不能够应用上去的 mean value theorem 我直接用简写 意思知道就好 好 那这有点像复习啦 让大家看到 反正我们要开始玩微积分了 不过这一次呢 会玩的大一点 啊 呀呀呀 微分的 OK 谢谢 对啊 当然是微分的 不然就是 mean value theorem 但这个是不会等于0的 看就知道了 如果呢 它有一个bound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积分 一样的 我们来define 如果呢 我从a到b w of t 我们对它做积分的时候 那这里会等于什么呢 会a到b的u of t dt i的a到b vt dt 因为这是一个负数 做积分 一样我们还是要做定义 当然这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定义啦 换句话说 实步虚步我们视为独立的 格置做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 那有这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会等于多少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积分 那必须怎么办 要注意的是 这里当然你可以去说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 所谓的反倒数的方法 就是所谓不定积分的方法去做 这后面会谈 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 我当然先要知道 我哪边是实步 哪边是虚步 对吧 所以在实步的部分呢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是1减掉t平方 这是实步 虚步的地方呢 是0到1的2t dt 一个是实步 一个虚步 所以这边做积分呢 你会发现呢 这里会有一个t 对不对 然后会减掉 3分之1的t三方 0到1 这一个 再加上i的话呢 会 这里有2t 所以你一积分呢 是等于t平方 0到1 ok 那从这里我们当然也看到了 0 反正带进去都是0 剩下是1的问题 所以1减掉3分之1 所以是3分之2 那i的部分呢 在这个地方 刚好1带进去 所以是i ok 那这是在积分的部分呢 我们也把它定义成 实步对实步 虚步对虚步 跟微分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呢 a到b w of t dt的时候呢 你用积分的概念呢 事实上也会发现 你也可以变成a到c dt 加上c到b 这没有问题 ok 那c需要在a跟b之间吗 不需要 对吧 不需要 ok 你把它积不同区段 都没有关系 它只是一个变通的方式而已 c今天要是落在外面的话 ok 那a到c就变得很大 反正是b在中间 好 它会b在中间 b在中间的时候呢 这个就要搬过去了 搬过去以后c到b对调 就b到c 事实上呢 那个是会一样的 那一部分的做法呢 都差不多 那每次做的积分呢 我们刚刚已经做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在 一般的积分里面 一定都有一个反导数 反导数 就是不定积分 大家知道不定积分吗 不定积分就是说 这个式子换为 这个叫做什么积分 定积分 好 当我边界设定的时候 是一个definite的indigo 如果这个边界拿掉的话 是indefinite ok 不定积分 那不定积分 还有一个类似的名称 叫做antiderated 叫反导数 导数叫微分嘛 环导数叫什么 叫积分 对吧 但为什么要这样叫呢 因为导数是一个函数 环导数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函数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结果 你做了积分的时候 事实上它会变成一个结果 所以有很多的名词呢 大家要稍微再去了解一下 好 那 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假设 这一个 w of t 会等于 u of t 加 i的 v of t 而且呢 我们另外呢 给一个cap 大写的 w of t 呢 会等于 u of t 加上 i的 v of t 那 在这里面呢 惠尔呢 t在 a跟b之间 然后呢 你把这个w of t 为分呢 会等于 w of t ok 那这个当然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就是 你把 u of t 如果有微分的话 就是 u of t的大写的微分呢 就是等于它 and 这一个 会等于它 ok 换句话说 这个 大写的 这个 u of t呢 事实上是 小写 u of t的一个积分 因为它微分以后会等于它嘛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写法 那如果按照 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呢 可以这样来看 那今天如果想要 g w of t dt的话 根据定义 我们会说 它必须先 做u of t 然后去加上 再去做 v of t 会变成这个式子 那变成这个式子的时候 这是一个实数的系数 所以在反导数的概念 我们知道 这一个是u of t 是a到b 这个是v of t 是a到b 因为你把这个微分配是它嘛 所以积分当然是这一个 这是过去我们做微积分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换句话说 这个是ub b减掉ua 加上i的vb减掉va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是 wb去减掉wa 那意思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求这一个的 反导数 直接去做就可以了 只要带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积 这一个 1的i t dt ok 然后对它来做积分 所以根据刚刚这个定义呢 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先去找出它的反导数 对不对 它的反导数 1i t的反导数会是谁 它微分以后会是它嘛 对吧 所以呢 它的反导数事实上是 这个 这个 ok 当你把它微分以后 i就提下来 对不对 i参加负i刚好是1嘛 所以 这是它的反导数 那 这会变成呢 那 这一个的0到 四分之π 好 就可以写成这样 ok 那 这会变成 减负i i i的四分之π 加上 i 0带进去是1 所以呢 减掉负i就是加i 那 从这里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看到了 你可以把i先提出来 1去减掉 这是cos 四分之π 减掉 i sin 四分之π ok i 再提出去 1减掉 esponential i 4π 那 esponential i的四分之π呢 事实上是这一个 这是更好n之1 这是更好n之1 所以 这会变成 i的1减 把这个十步先提出去 你会得到 更好n之1 再加i的1减 更好n之1 那这个运算只是在让大家再熟悉一下它的关系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接着呢 再来看另外一个 在时数里面呢 假设 a到b w of t dt 这个是 我们有一个积分 那你把它取绝对值 好 取绝对值 那这个w of t呢 它本身可能有正有负 a到b呢 是b大于a 如果这样的话 它说 这个会小于 b 对不对 w如果是十数的话 这个对吗 应该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呢 这边 因为a到b嘛 换句话说 你可能是 这样 我从 a g到b的时候 你的面积呢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所以 所以 这边是 a b c d 四块面积 它的结果 这个的结果是 b 加d 减a 减c 但要取 绝对值 k 那如果你取绝对值 在积分的话呢 事实上是 这是 a 这是b 因为你取绝对值 所以事实上是 这一个 所以你的面积呢 事实上是 这一块 这一块 大小一样是 a b c d 所以 后面这个积分呢 是 a 加 b 加 c 加 d 这个当然会 大于 没有问题 k 有没有可能等于呢 有 k 这边是大于 但这个可能等于 如果w of t 基本上都是正的的话 那没有问题 这两个是相等的 这是real function 那 负数的话 也会这样吗 我们先想想看 负数这里有 一个 十步 有一个虚步 所以他做出来 事实上有十步虚步 所以十步的平方 加虚步的平方 对不对 那到这一边的话呢 这个一样哦 他是直接把十步平方 加虚步平方 开根号 就直接做了 那大家觉得这两个大小 谁会比较大 有没有一个感觉 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的 那底下呢 他就是来说 会一样 有这种关系是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看到的是一个complex 一个w of t ok 我们说 这一个a到b的w of t dt 我们把它写成r的eic的 它积出来事实上是一个负数 所以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很明显的呢 这个r呢 事实上就是 这个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r 它本身就是一个r 好 那有这个式子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 由于是这样子 这个r又会等于什么呢 这个r呢 事实上是 1的 a到b e的 i c的 w over t dt ok 它今天呢 会变成这个式 我直接把这一边 复了 直接写过来 所以 这是一个时数 ok 但不要忘掉这是一个虚数 那这两个一积起来以后呢 变时数 表示什么 哪一个地方不见了 趋步不见了 对吧 趋步基本上是不见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 w of t dt 好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 十步的 ab e的 负 i的 负 i c的 dt ok 这样对吗 因为虚部 积起来会等于多少 零啊 你不要理它就好了 懂吗 这个意思就是虚部积起来会零嘛 所以不要理它就可以了 好啦 那 有这个关系以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来看这一个了 ok 所以明显的呢 这一个 e的 负i c的 w of t 呢 这个值呢 会小于 e的 负i c的 w of t 会 w of t 是不是这样 这里到这里的意思知道吗 这一边到这一边的意思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十步 对不对 那 这一个 积起来有十步有虚步哦 可是虚步积起来会 零 ok 也就是说 这一个 积起来有十步有虚步 那积起来是会零的 会零的话 我当然不理它 所以事实上我就取出这个的十步就可以了 就变成这样 那 这一个式既然是 它的十步 那表示什么 十步而已嘛 一定比什么来的小 一定比全部的大小来的小 当然还有虚步呢 长度当然比它大嘛 而且是取绝对值 这当然长度 对吧 可是 在我们复射运算里面 大家知道 这是z1乘以z2 这个长度乘上这个长度 那这个长度刚好是1 这个长度是1哦 所以拿掉不看 刚好是它 换句话说 这个部分就会比这个来的大 对吧 那既然都来的大了 而且又是正的 那当然这个也会比它来的大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A B W T D T 这一个 小于 A B D T OK 所以在负数里面呢 我们经常也会直接把它拿进去 OK 有没有做过这个 这个在哪边看过 这个在哪边看过 这个是 直接摆进去 但是在做很多 Laplace Transform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 它要比较大小 只有可以直接放 好 但词部这边我们是比较常见 这个比较常见 但是在谈Stability的时候 经常用的是这一个东西 OK 好 不过到这里大家就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它的那个整个关系式呢 是长这个样子 OK 好 那我们呢 最后再来看一个Example 有一个叫做Legendor的Polynomial OK 那 这个是P N X 大家在那个VM方程应该看过这个式子 它在分解以后呢 发现可以长出一块东西出来 那这个会等于 Pi 0到 Pi X加上I 更好1-S平方cosc的N次方bc的 OK N呢 可以是01234 然后 然后 X是0跟1之间 所以 N呢 是012 然后 X的话呢 是 从-1到1 OK 到这个之间 那 他就问啊 那请问 这个式子 它的Bound大小会在哪里 所以呢 这个的大小 会不会爆掉 0到Pi 但这一部分呢 还不至于爆掉 但也不知道 因为它的面积搞不好呢 拉拉无穷拉去 那有没有一个值呢 可以限缩在某个范围 那你就可以直接取 就是 这个大小会小于什么呢 会小于这个跟这个的大小 就在这里 所以 所以 你会发现它是 0到Pi 然后是 X加I 更好 1-S平方cosc n次方的dc OK 那 就是 那 因为这是一个负数 取长度 所以这是 平方加平方 因此 这个会等于 1 除以Pi 0到Pi 然后是 X平方加上 1-S平方 的 cos 平方c n次方 dc OK 那 cosc 因为X在 1跟-1之间 这个式子一定是 大于0的 这没有问题 cosc 是小于1的 因此呢 这个一定会 小于等于 1 除以Pi 0到P 里面什么呢 X平方加1-S平方的n次方 dc OK cosc 是小于1 所以这边拿掉 X平方约掉 就是那1 1的n次方就是1 所以这会等于 这要G0到Pi 所以Pi Pi又约掉了 所以这会等于1 OK 代表什么呢 代表 这一个式子 你去做积分呢 大小一定比1来的小 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 你可以看到呢 这么一个式子 上次我讲过 这个积分 对不对 那它G的时候 它是Dz 有时候 积分不是说 它写多少就可以G 那一定是跟变数有关 那就要看这个curve 这个curve 那它在G的时候 因为是沿着线在跑 表示xy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这种关系啊 这种当然就是线积分啊 一有产生这个关系的时候 事实上 它的变数啊 本来是双变数 变成什么 单变数 变成一个单变数 所以 这时候要非常注意 不过在负数里面呢 或者说你在xy平面上面呢 会有两种表示法 也就是说 你的变数会有xy的 或者是rc的 那你要选择哪一种 那就要看你怎么去做 所以我们在负数里面呢 有时候会用xy的 有时候又会用rc的 这两种之间不断的变换 不过一旦牵涉到线积分以后呢 你会发现即便是xy的 它就剩下一个x或一个y 或一个x跟y的一个组合 那如果是r跟c的 通常就是看是r的或c的 或者是单用c的 像这一题来讲很单纯 这个curve 它的半径3是固定的 所以变数这几个 一个就是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Dz就是 应该要先写z 这个z来讲 对这个curve 这一段 假设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对第一段来讲呢 这个z 在这curve上面 要怎么表示 3的eic z 对不对 z是 0到n z 类似这个样子 当然你可能会不高兴说 z不是这个 你就随便再去取一个 它总是一个积分 那z是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它的dz是多少呢 dz dz dz呢 事实上是dz dc dc ok 圈入了 我们经常在变动 对吧 所以如果是dz over dc 你要这个当然要换成c打 否则你很难记 这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换 把这个dz换掉 一定要换成这个样子 所以dz对c打来微分 会变多少 3i的eic打 对吧 所以是3i的eic打 dc 所以dz是长这个样子 ok 要换 那有这个以后呢 当然z的conjugate 我们知道是3e的负ic打 ok 那把它带进去 所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第一个curve 这个curve呢 z的conjugate是3乘上1的负ic iic的 然后dz呢 是3i1的ic的 dc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那这会等于做到 这边做到 这两个会 曰掉 ok 曰掉以后呢 这是9i 9i 对吧 那 不是c打的变数了 所以dc打 它经过的角度 不管你取哪一段 经过的角度都是n子π 所以是n子π 好 再来 第二 第二段的话是什么 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一个用xy来表示 还是用rc来表示比较好 当然是xy 你要把c打那还得了 对吧 所以z会等于说 它的y是固定的 但x是变化的 所以是x加上i3 这是我们的z 好 那这边是constant 所以dz呢 是dx 那 这一个z的conjugate是x加i3 ok 那你再把它带进去 第二段 我们发现是x-i3 dz就是dx 那x是从0到-1 注意哦 那个方向 这个我刚刚还没有画 是不对的 要画方向 不过想大家都往这个方向 有人反方向机吗 应该没有 ok 那你有反方向机 就是一个x有负号 好 那这个counter是往那一边的话 就不写一般 我们就习惯是一个 反时针的一个方向 那 到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多少 是2nz的x平方 然后减掉 i3的x x是从0到-1 是0到-3 ok 0到-3 激分 往那边激过去 所以你-3 有问题吗 有问题 没有 好 -3带进去 这是2分之9 这边是加9i 所以是2nz9加上i9 ok 那0的话当然是0 那整个来讲的话呢 所以啊 这个counter呢 应该是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nz9i pi 再加nz9加9i 整理在一起的话 就是10步加上虚步 虚步是9加nz9pi 先练习一下 上次都在写符号 对不对 那也许先真的把它做一次微积分的演练 大家会比较感觉说 这个dz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长相 它到底什么样的长相 既然要做积分 又弄出一个这一个所谓的c 那这是一个范围在g 后面我们叫做counter 那什么叫counter呢 它像一个curve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一些 新的名词呢 再开始来做定义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都在做counter integral counter integral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通常呢 会讲一个arc arc是这样就是弧啦 弧形 一个弧形 那这个arc呢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它说你是一个z 但是呢 它事实上是有变动 这个z本身呢 它已经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负数值 它事实上会随着某一个变数在变动 所以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变动 当这个t放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方向就会被指出来 这个方向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arc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z of t 那这个z of t呢 是什么呢 是x of t 加i的y of t 那t呢 我们会给它一个范围 ok t是在a到b 那这里当然你不能单纯就认定说 那t就是从a变到b 它有可能从哪里变到哪里 b变到a 对吧 所以这个并没有一个固定 不过基本上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弧 一个弧 那更重要的是呢 这两个是连续的 这两个必须是连续的 它呢 对这一个实数的 这个t来讲呢 这个实数的变数的 它是continuous function 它是一个 连续的一个函数 这是我们称为一个arc 好 这边出现另一个名称 那它说 如果呢 有一个arc 它没有呢 close itself 它没有跟它自己的 前面的那个一些curve相交的话 那 也就是说 对不同的t1跟t2 它的值一定不会相同 不可能相同 也就是不会有close 不会有intersection 不会有交叉点 我们就称它叫做simple arc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simple arc 很简单 意思是什么 反正这个curve 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交错 不会有任何交错 那我们再给它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Jordan arc 看到这个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对不对 Jordan在哪边学过 这个字 数学有 现代 对不对 什么form Jordan form 对不对 Jordan form当eigenvalue是double的时候 你要用Jordan form OK 所以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数学家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那个 数学灵意里面 所以当你听到Jordan arc 意思是什么 它是一个simple arc 这个arc本身不会有任何交点 那它一直不愿意用curve 为什么 因为它要给Jordan curve专用 本来arc 在我们的理论里 理想法里面arc应该就是一个curve 对吧 一个曲线 对吧 但它特别把它称作一个arc 也就是它是一个curve里面的一段 而且不太相交的 但当然还有另外去写 不过呢 接着呢 它定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名词 它说呢 一个arc 它是一个simple closed curve 刚刚讲是说没有交点 这一次不是了 它说这个arc呢是closed closed就封闭了 没有缺口 但是这个没有切口以外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simple 是一个simple的 那这么样一个simple的一个closed curve呢 我们称它什么 It is a closed curve without any intersection OK 换句话说这个curve就是一个curve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焦点 OK 没有任何的焦点 换句话说你可能去画 就画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curve 它就是一个curve 那而且是一个closed 完全closed without any intersection 那这种curve呢 我们特别把它称为 jordan curve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一个jordan arc 或一个jordan curve 这个名词要把它区分开来 它弹的东西呢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一个只是一个simple arc 没有任何的焦点 但这边讲的是 又把它封闭起来 是一个封闭的曲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第一个来看 这一个 好 这一个 这两个 你画在这一个sy平面上的时候 这一点 有没有完全一样 对它来讲 0开始 对不对 到1 所以基本上 你画上去的话 它会是一个什么 就是这样 OK 就是一个圆 对吧 那对它来讲呢 也是这一个 但唯一不一样的在哪里呢 一个是 如果是t从0到1的话 就是这样转 对吧 一个是这样转 一个是这样转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你在这边看到了 它的样子是一样的 那个点是完全相同的 但事实上呢 这两个是不同的arc 不同的curve 不同的curve 这是一个closed 在这里 所以呢 它说这两个都是unit circle 在z plane上面 然后呢 它们是不同的simple closed curves OK 这两个curve 是不同的 而且是closed 为什么 没有缺口 没有缺口 OK 所以 第一个应该是往 这边 第二个应该是往这边 第二个应该是往这边 方向会相反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一个呢 你去画的画呢 它还是 这样 OK 同样又是unit circle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哪边不一样 它重复了两次 OK 因为它跑了四拍 因此呢 在这个来讲 它重复了两次 这一个 所谓的 jordancurve 就是 不对 因为它本身自己重叠了 它有intersection在上面 是不行的 好 那 我想 这一些事实上 基本上都是一些 比较细 细微的一些描述 啦 不过 最重要的是 在基本里面呢 我们经常在处理的 都是一些closed curve 所以后面我们会不断 不断提到 jordancurve jordancurve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一个 注意就是 它事实上就是绕一圈的意思 但不能重复绕 OK 不能重复绕 基本上我们的jordancurve 就是指的是这种curve 有这些名词的定义以后呢 我们开始来看这一个 所谓的线的一个积分 那因为我们要讲一些不等次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线的积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如果对t来做维分的话 对里面的变数t来做维分的话呢 这会等于t加上i的y的维分 因为x跟y都是continuous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一个一定是长这样 那他问了 the leng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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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the length the length the length 到底是 多少 那如果来画的话 他大概意思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curve 那这一边跟这一边在跑的时候呢 这一边的点叫做 xa加上i的ya 这一边叫xb加i的yb 它会有两点 那这个叫c 假设它是从p点到q点 那你要对它做 求这一段长 the length 总长呢 是l 那这个l呢 到底要怎么算呢 在维基分理论跟我们讲 我们先要知道这一段 这一段叫做dl 我们要先把dl写出来 那这个dl呢 当然在这里你就给一点叫x加i y 另外一点就是x加x' dt 你随着t变化一点点的时候 x也会变化一点点 这是一个dx 对吧 所以这个为什么写成这样 这个写法跟什么写法一样 这个事实上就是x加dx 对吧 因为x加dx会等于什么 x加dx dt dt 所以这会等于这个 所以大家在看这些事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在维基分那边呢 稍微把它拉回来一下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负数呢 因为你产生了一点点dl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dl变化当然跟谁有关 dt有关嘛 dt变动一点点 那dt变动一点点导致什么 dx跟dy也变动一点点 所以在这上面呢 另外一点当然是x加dx y加dy 那事实上它的写法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有这个式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把它写成dl的一个形式 因此呢 这一个 dl是多少 这一段的长 事实上是z2-z1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他去减他就是剩下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 y去减这一个就剩下这一个 所以dl基本上来讲呢 你去看它的话 它事实上是x加dx加y y加dy 去减掉什么呢 减掉x加y的长度 好 我们现在全部用复数来写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单纯一点 这是后来那一点 扣掉前面那一点 g2减掉z1 长度 就是取绝对值 ok 所以取绝对值以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边事实上是dx 那一样用圈路来看它的话 这一边 dx的平方是什么 在这里 dx是这一个的平方 所以x'的平方 dt的平方 另外一个是y'的平方 dt的平方 所以dt可以提到外面去 因此呢 会得到 根号的 x'平方 加y'平方 dt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 x'的平方 加上y'平方 开根号以后 把dt乘到外面去 这就是一个dl 好 那有这个式子以后呢 我们当然就知道l的长度是多少 所以呢 这个l呢 会等于 从p到q 然后呢 dl 一小段一小段把它累加下来 累加下来的结果呢 是从 用 这一边是用l的point to point 那因为我们要换成a跟b 这叫做标变数转换 把它转换下来以后呢 因为是变数了 当然就是用这个的写法 因此呢 会得到dt ok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这个还可以写什么呢 它事实上是a到b 这个是什么 这个平方的平方 它这个是等于z' over t的 dt ok 因为z' over t 是等于s' y'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把过去纯粹xy的那种感觉 全部换成什么 负数 全部换成负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所以大家在我们学负数的时候一定心里都还有一个底 我们现在是在处理负数 它事实上是双变数 但是做积分事实上是单变数 这个单变数 要么就是xy有关系 要么就是只跟x有关 或跟y有关 不然就是r跟c打一个关系 我们会不断的在这一边看到这种情形 那这个是积分里面的另外一种写法 L的长度 那这L长度当然也很重要 我们后面要找到不等式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来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今天变数不是t 我把它改变变数 我们change variable t 把它change成什么呢 s y over t 我们今天呢 整个把它转换掉 整个把它转换 sorry y over tau k 然后where呢 很重要一件事情 5' tau 要带领 所以change available的时候呢 还要特别去注意 那这个必须是一个呢 5' tau 是一直增大 当你对tao的斜力一直增大的时候 那事实上就是一个地增的一个函数 地增的函数 因此呢 你去看这一个curve的话 这个叫t 那这个叫tao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你的5' tau呢 这个t啊 事实上是5' tau 它只被允许呢 这个方向 可以一直增加 你不能够停下 也不能够向下弯 它是一直增加的一种形式 因此 因此 这一个呢 5' tau呢 要大一点 ok 有没有机会做这样 有 因为我们常常在做mapping的时候 一mapping过去的时候 发现呢 想做这种mapping 改变变数就好了 我们把变数稍微转换一下 然后看看呢 它会是长什么样 ok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mapping s变成z 有没有 那这两个之间 事实上是可以做一些转换 那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看了 hands 因此呢 如果说 我的z本身呢 本来是z over t 我现在把它定义成capz 但是 要转换成tao 我z本来是时间函数是t的 我现在把它变成tao ok 写成这样 那这个写法当然是什么呢 当然是z的 over phi overtao ok t本身是phi overtao 是写成这样 所以这有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边比较难写 我把它多加一杠 免得区分不开来 好了 那有这个以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看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z 我把它对tao 来做微分的话 这一个会变成什么 这会变成什么 这一个要对它做微分 那换句话说 这个要对它做微分 就是这个要对tao做微分 这个要对tao做微分呢 就是z的phi overtao微分 这个微分是对这个做微分 ok 那 问题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在乘以什么 乘以d phi overtao d z ok 那 这个还在做一个什么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那 你这边有一个对dz的一个片尾 在这一边 ok 所以按照这个写法 我就发现 它事实上是 小z呢 自己本身 那个函数的一个微分 再乘上phi overtao的一个微分 所以同样是撇这一边 大家要晓得 这一撇都是对谁 对 这一个变数 这整个的变数 不要以为它是对那个tao 如果他今天要写的是对tao的话 你要特别做额外的定义 所以我们在 表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一些的写法 这个事实上是长这个样子 不要忘掉 好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做的话 你转换掉了 请问 当你把t转换掉 你的l长 长度会不会变化 当然不可能变化 绝对不能变化 你变化还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用这种推法的话呢 长度会变成什么 那这一个呢 你继续往下写 你会发现呢 我们要做那个变数变换 那变化成什么呢 这一个 我要把t换成5tao ok 长度在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是d5tao 1tao 这边要1tao ok 那你换成这个是tao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已经变成αβ ok 所以这个αβ相对应的是什么 是这一边呢 tao是phiα就是a phiβ就是b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你tao是α的时候 这个就是a tao是β的时候 这个刚好是b ok 叫变数转换 那这一边的边界的值都b 随着谁来改变 随着这一个 这个boundary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 就是integrine本身里面它积的一个范围 前面这边所谓的lower跟upper的 这种积分呢 这个是随着这个变数来变的 一定要跟着写 不能不一样 好 那由这个写法我们当然就知道 这个会等于αβ z'ytao 然后呢 y'tao'dtao ok 是长这样 可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正数 定义成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要点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定义 知道 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1对1 ok 1对1 它会有反函数 知道吧 它是一个1对1的一个关系 所以 到这边来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了 它可以写成 αβ z' 5 of tau 5' tao dtao ok 然后这是 这一个 那这个有什么呢 在这里 看到吗 这一样 所以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换成 这一个的写法 所以即便是你把valiable改变了 这长度是conservative 是保持在那一边的 当然呢 它的条件是 这一个两个的mapping 必须是一个one to one 而且要一直在增加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mapping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来往下弄 这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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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Pas 这个 我们下降了 那么 我们下降了 我们下降了